大家好,我们来交绑弧绳 先取一条预线,长度大概90-100公分 然后对折找出中间点 套上弧钮 再将两条线交叉,分别穿过弧板 轻轻地取下弧盖 再将茶壶倒扣 调整好弧盖和茶壶的距离可以再多1-2公分 线拉好交叉 然后调整长度 调整长度 那这里是一直重复一样的动作 右上,然后左牙线穿过去对侧之后 拉出,然后拉紧 右边丸就换左边 动作是一直重复的 然后做到你想要的一个长度为止 然后这边就是收尾 翻转茶壶后看一下 确认这个长度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把多余的线剪掉 我们把多余的线剪掉 然后再用打火机把它收粘 那记得不要用手去摸那个燃烧的地方 很容易被烫伤的 那另外一边呢 也重复一样的动作 我们把它收好 收齐 那这个瓶结我们就完成了 那茶壶呢 绑上这个瓶结之后 会变得更好看 那颜色你们可以自己去挑选 完成哦 请你们看一下 大概是长这样子 好咯 谢谢收看